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唐诗颂词万载芬芳 华夏少年既往开来 养我国粹再谱夸张 少年诗愿 第一课认识贫泽 亲爱的少年朋友们 你们好 我叫诗颜 你们可以叫我诗颜姐姐 从今天开始啊 姐姐将和你们一起学习写作诗歌 希望爱好诗歌的少年朋友们 能喜欢这个节目 谈讨诗歌 少年朋友可能都知道一些 比如 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背过 鹅鹅鹅 趋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青波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体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等等 这些短小一辈的句子 是不是让我们觉得很有趣呢 是的 诗歌是一种非常优美的文学艺术形式 古人都会把生活中的知识啊 做人的道理啊 对生命的感悟啊等等 用诗歌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 那么今天 少年朋友们 也来跟诗言姐姐一起开始学习写作诗歌吧 今天要掌握的知识点 是诗歌写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就是评字 什么是评字呢 我们的每一个汉字都是有调的 这个调的高低起伏的变化 古代人把它分成了四个声部 平声 赏声 去声 和入声 把平声字规定为诗歌的平 把其他三个声调称为字 随着时代的变迁 我们的许多传统文化已经被丢失 特别是汉字的简化和字音的改变更为厉害 因此 现代汉字的读音就变成了音频 阳频 赏声 去声 这四个声部 与古代的四声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所以现在的人们就把音频和阳频 作为诗歌的平声 赏声和去声呢 就作为诗歌的字声 古代的入声字呢 现代汉语里没有单独的作为一个声部出现了 为了大家学习的方便 我们现在就用现代汉语的四声来讲解 下面呢 诗言姐姐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写出永鹅这首诗的平字 我们先把这首诗歌的拼音写下来 然后根据一二声是平 三四声是字的规则来判断 呃 呃 呃 平 平 平 趋向向天歌 平字 字 平 平 白毛 无绿水 平 平 平 字 字 红掌 波 青 波 平 字 平 平 平 听完这个例子 感觉这个平字的问题 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难了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姐姐还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 请写出春晓四个诗句的平字 有信心完成吗 好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订阅 我们下节课订阅